三更半夜 竊賊鬼鬼祟祟 敲開機車坐墊發現底下沒東西 一派悠閒離開 但樓上車主已經透過堅持器 氣到火山快爆發 騎士一邊報警 一邊衝下樓 催油門追上去 警方到場就聽見 騎士對竊賊破口大罵 因為他的機車已經被連續偷了好幾次 騎士越說越激動 握起拳頭準備衝上去扁人 兩名員警立刻把人攔下 你前一陣子還有一件 你平常拿兩千多塊的 也是你啊 原來騎士很懂得放長線釣大魚 第一次來偷的時候 看到皮包只把城抽走 讓騎士誤以為自己花掉 前前後後總共偷走上萬元 直到騎士發選不對勁 調監視器一看 原來被人當飛揚仔 對 他可能是想說 可以細水長流的方式吧 警方懷疑他還涉及多起氣勞案 提醒民眾發現車內錢財持續短掃 沒有一次偷玩 可能就是頭一人犯下 快快到警局報案 記者吳士隆 王書宏 高雄報導 我是戴力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